由一般圖來說 我們可能會覺得這個底色灰灰的 是比較看不清楚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顏色調亮呢 我可以使用各種方式 就是我這邊先試一個方式 就是我先按Ctrl加上J可以複製塗層 那再按Ctrl加上L 它可以產生這個色階的調整工具 那我們用這個白色的 白色的是指最亮的顏色 我們可以指定任何一個顏色 變成我們畫面上最亮的顏色 如果說這邊已經爆掉了 那我們稍微評估一下 這樣子的程度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修正回來 感覺是可以的 那我們可以到空白的地方 我們按空白鍵 它變成一個手抓的形狀 那我們就可以移動 移動我們的圖片 看看是不是都看得清楚 基本上都看得清楚 那這種小小的地方 覺得不是那麼的顏色那麼深 我們這個很好去修正 很好去修 那我就這個效果就是我覺得OK的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去把暗的顏色調高 就是黑色我們把它調高的話 我們文字顏色就會變得比較粗一點了 齁就是這樣子的做法 那當然我們也會去看一下我們圖片是不是壞掉 如果說圖片有因為黑色調太高 然後看起來壞掉了 那這樣子就不行 那現在目前的程度是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那我就按下確定 那同樣的功能呢 我們其實可以打開這裡 這個呢我們一般會就是稱它叫神奇寶貝球 那它的中文叫做建立新填色或調整圖層 那它的暱稱叫做神奇寶貝球 那就是我們平常就會稱它叫神奇寶貝球 那建立新填色或調整圖層 那用這個呢 裡面也可以選到色階這個項目 那一樣可以做剛才這些調整 而且這個是可以保留一個圖層 讓你隨時再回來修改 那如果說不使用這個的差別在哪裡呢 就是我目前剛剛已經調了一個不錯的 那我現在換到另外一張圖 我只要我現在複製一張 然後我按Ctrl加上Auto再加上L 這樣子呢就可以重複剛才的效果 不過這一次的效果並沒有非常理想 因為這個地方爆掉了 就是這個地方的文字爆掉了 那我們可以按Ctrl加 來看這樣子的程度我們有辦法修正嗎 我覺得有點難 如果要修正的話有點難 所以說可能就取消 就是這邊如果說以剛剛的程度來說 是很難修正的 所以說不見得它能夠直接套用 那剛剛原本我這個指令叫做CtrlL 那如果我要重複上一次我做的效果的時候 就是加上一個Alt 就是CtrlAutoL 好就是 就是這樣子就會變成 變成那個重複上一次的效果 講Auto好像 但是其實是不正確的講法啦 應該是Alt 應該是Alt 它是Alternate 就是切換的意思 那但是 因為台式的英文啦 大概是台式的 就是 就是以往在一些就是使用電腦相關領域方面 它都習慣講成Alt 那其實跟Alt沒有關係 Alt是自動這樣子的意思 Auto自動的意思 那它是Alt Alt 好那我自己也會習慣唸成Alt 那就是大概這樣 那 好我現在說怎麼樣去修正這個爆掉的地方 好我CtrlJ 然後複製了一層 我直接用色彩增值 色彩增值這邊就變得很深了有沒有 那 但是我不需要每個地方都這麼深 所以說我這邊加個遮瑟片 然後我這邊換成黑色 這邊換成黑色 然後我直接把它按Alt鍵加上Backspace Backspace 就是在Enter 就是左邊英文字母鍵盤的最右邊 有一個Enter鍵 就是Shift上面是Enter Enter的上面就是Backspace 好 就是後退一格的意思 Backspace 好那 現在是全部塗黑了 那就變成沒有效啦 那 我們這時候再用筆刷 然後把它切換成白色 那如果有數位版的話呢 是就會非常方便 好 來 我移動 對 這裡 好 然後我就直接把我需要 讓它加深的地方把它塗白 好 可以注意到的是我透明度 不透明度只開20 這個是我覺得力道上比較好控制的一個強度 就是 比較容易看得出我多畫幾次跟少畫幾次的差異 比較明顯 好 哪邊覺得說不夠清楚呢 就把它塗一下 好 這邊 覺得說想要讓它再清楚一點 就把它多塗幾下 好 這裡 多塗幾下 好 這樣子呢 文字就會變清楚了 這個 修圖啊 就是 要從 平時 一些 簡單的操作當中 一點一滴的累積 這樣子 要做一些 這個 比較高階的這種 合成的 合成圖啊 的效果的時候 就會覺得 很容易去上手了 因為 要合成圖就是 必須要各式各樣的顏色都能夠去調 就是 任何的顏色都在你的掌握裡頭 那 這樣子你要做合成就會比較有效果 就是 比較容易做出 很真實的效果 好 那 差不多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那 這樣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 Shift 選三個圖層 Ctrl 1 壓掉就可以儲存了 好 就這樣 馬上 有 好 一 değiş 比較 開 清 就這樣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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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套索功能 那這個是多邊形套索,那這個是一般的套索 那差別在哪裡齁,就是說我使用這個我要這樣切換 那有時候我很想要用這個 那我用這個的話,它一樣可以套索 但是我不用去切換,這是方便的地方在這裡 那我習慣用的是這個 就是說,增加選取範圍 所以如果我剛剛沒選到地方,我再多套一下它就有了 那,接下來呢,我用什麼 我用亮度對比來調 就是這個神奇寶貝球裡面的齁 好,來 好,亮度調高以後 我們Ctrl加,Ctrl加看一下齁 亮度調高以後 看出來說,暗面消掉了一些 那這個,文字也仍然是清楚的齁 好,那我們先把背景複製一層 把它擺在最頂上當作比較 就是我們可以比較一下說 我們修改前修改後的差異 好,這是原始的 然後呢,這是修改後 好,那我們現在是看到說 這個 有些地方是漸層過度 讓太銳利一條線不是很合理齁 那我們 平常在做合成的效果的時候 也是會遇到這個問題 我們就是要用 呃,我們可以用高絲模糊先把 這條線揉合掉 就是,呃,它是 等於是把這邊打散了齁 好,那 那,這樣子的效果可能可以 嗯,這樣差不多 那,呃,我們如果說覺得 剛才拉亮的效果不夠強了 這時候我們再用這個筆刷齁 繼續把它加強一點 那我不透明度目前是開20% 好,我修一下 好,然後這個地方 太亮的地方齁 我們稍微把它刷回來一點 好,這樣 OK 好,那 呃,我這個文字的地方呢 我還是把它先再弄清楚一點 這個地方 比較明顯是 文字沒那麼清楚 好 我們可以用加一個圖層的方式 或者直接拿底下的圖層 複製起來 來做那個 色彩增值的方式 那我現在 是用這個 增加一個圖層 來做的方式 好 其實這樣已經很清楚了 好 不過這個有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這邊顏色跟這邊顏色差距很大 而且跟底下顏色也差距很大 好 那 這個是我們在做合成的時候 經常會遇到的問題 哦 好,就是 合成 需要的 修圖技巧 其實就從日常去累積 就可以累積到很多的一些 效果的能力 就是不是單就一個個案去做練習 而是說 就平常 就有 在累積這個能力會比較好 那 呃 現在我們要把這一部分調亮 那我可以用 亮度對比 好 好 那我先調 亮多一點 調多一點 然後我再把它刷回來 好 那 現在有沒有發現超出範圍了 我用LT鍵 齁 對著中間 兩個圖層的中間 按下去 它就會鎖定到這一個範圍裡面 好 好 那 呃 當然我們這個 其實我覺得可以跟旁邊這個配合 啦 這樣子我就不用 那個 再去調 把旁邊調回來 好 沒關係 我先這樣子做好了 等一下還是有辦法去做調整 哦 那這個地方 稍微太亮 這邊 剛好 那我怎麼做 我就是一樣是用筆刷 筆刷 黑色 好 這邊按 呃 英文字母X鍵 它就是切換 這個前後的顏色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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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刷一下 嘿 好現在換白色哦 再把它刷回來一點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關 看一下 前後的比較 好 這邊調亮了 好 文字仍然是清楚的 齁 好 這樣子 那這條線的地方 好 我也把它修一下 好 這樣子 看起來是還可以 齁 就是 目前文字是清楚的 齁 跟原本的比較 也是 有明顯的區別了齁 好 那 接下來呢 我們把其他的部分的 顏色也調亮 那我們可以利用 之前做出來的這個遮色片 按下Ctrl鍵 點著這個遮色片的位置 它就選取了這個區域齁 那我可以按Ctrl-Shift-I 就是反轉選取 那在這個功能其實在選取這個項目裡面有反轉這個 Ctrl-Shift-Ctrl-I 就是在這個意思齁 一樣的 然後呢 那 我這邊呢 再加一層亮度對比 好現在選到 選到的是外面這個範圍 那我把亮度調高 有沒有 現在 兩邊接近了 好我先調到接近好了 好我可以調超過 但是我先調到接近吧 好 那這邊有一個 銜接的縫隙 那其實這個 我們可以後面再用 我其實這邊再把它修掉好了 好按X換成黑色 然後我用100 好 好我把 100齁 然後呢 這樣把它塗掉 不好 好 好 好吧 感覺這個 會 沒那麼容易修掉 但沒關係啦 就是 嗯 怎麼樣把它修掉 柔和一點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不要 這麼的銳利的分界的話 大致上就是OK的 好吧 那 說 以 長遠 如果說把這個技巧套用到合成來講 這個是一定要能夠修的 好吧 那我就修 好 因為如果說是純粹是以這張圖來講 我們只要看得到 看清楚我們要的資訊 大致上是沒有問題 好 好 那我 我這樣就把它修掉 它就是柔邊的 那柔邊 筆刷的話其實就是選第一個 然後把硬度開0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 Photoshop一打開的時候 它就是選這個筆刷 那 我 從來都不去做更改 然後 或者是說去設定一些筆刷 頂多就是 有需要畫比較硬邊的時候 我把硬度調高 就這樣而已 好 好 那按它 Ctrl加 這個 Ctrl加滑鼠左鍵點一下 然後呢 那我們把這個遮瑟片刪除掉 然後我直接給它添加遮瑟片 那它變成是相同的範圍 那我可以用Ctrl加I 讓它反轉 好 這樣子它的位置就反過來了 好 那接下來 現在我們這個 這條線就很不明顯 因為剛剛其實沒有選的很乾淨 那我再來一次 好 再來一次 這條線 選的不夠乾淨的話 那我就 再來一點點 我筆刷調大一點點齁 然後呢 我再刷 這個是一個技巧 就是說 呃 這個樓邊的筆刷齁 它是 有 從中心 向外擴散的一個漸層的範圍 那如果說 我 筆刷大一點的時候 它的邊緣 這個 畫到的 削弱的程度 就會 比較長的一個漸層 這樣 慢慢的過來 變化這樣子 它就不會很明顯 好 這樣子 把它 選到 然後 Ctrl I 好 那現在這條界線 是已經很不明顯 主要差異 會在這個 我們調亮度的地方 好 那我們就 可以調到很接近 這就是一個 合成把圖 兩種不同顏色圖 接在一起的技巧 好 那剩下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地方 要不要再把它調亮一點 然後 這個陰影的地方 那其實處理的技巧 大致上 前面講的這些是 都夠用的 好 你看 這是前後的差別 文字變得比較清楚 好 那再來就是 我們把這個 區域 選到 好 一些我們覺得是 比較陰影的地方 把它 消掉 那我們可以用 一樣用亮度對比 把它調亮 好 那邊緣這個地方 比較銳利的地方 我們用高斯模糊處理 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 高斯模糊的處理 好 這一次的 上一次的效果不夠 我們 找到這個 高斯模糊 我們可以去調整 就是你要 讓它模糊的 區域範圍的 那個長度 那如果說不夠 當然就是我們 用筆刷自己在修 好 用筆刷 然後換白色 不透明度 換20% 快捷鍵就是 英文字母鍵盤上面的 數字 1234567890 那 按到2的話 就是20% 的意思 好 那中間這一帶 的地方 有比較大的陰影 我們可以把它 刷一刷 好 這樣它就會亮一點 好 那我們其實亮度可以再調高一點 好 這樣子就會比較明顯的去做區別 好 那當然這個就是看你 需要的 修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是 一些細節的地方 這條量絕對是有極限的 那 我們可以去 繼續在疊層 就可以增加說這個效果 好 繼續疊層 疊 比如說我現在疊色階 然後把亮面條 大一點 好 那暗的 最暗的顏色也 調大 這樣子的話是 很明顯 比較快速 有一個 好 文字變清楚的效果 好 那再來就是 這邊開始變黃黃的有沒有 沒有 因為它其實是透過各種的混色模式去 產生這個效果 所以說 呃 我們 後面還要再處理飽和度的問題 好這樣就是這個 這個例子是還蠻好適合練習合成的 因為合成經常就是會有色相變化的時候要修回來這個問題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說所謂的無限多的層去把它修到顏色一樣為止齁 好 好 那我們可以檢查一下原本的圖 喔 哪些地方是太超過了 好 我把這邊的效果刷掉 好 因為這邊已經快要無法辨識原本的文字了 因為黑色太爆了 這邊的黑色太爆了 看是哪一層的影響 好吧 看不出是哪一層影響我們就只好再把它再重新去修吧 喔 這是 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也是只能這樣做 好 那 這邊呢 接下來就是我就先把 那個飽和度變得黃黃的這個地方修掉 好 那我們可以一樣是用套鎖的方式 啊 這樣子可能無窮無盡 但是 就是怎麼樣都是個辦法 就是 就是 啊 會一直會發現說一些小細節 然後可以去修 然後 這些東西 可能修的沒辦法 一次就修的一勞永逸修的很乾淨 那當然就是 就盡量啊 那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一直反覆的去 調整 就會 越來越接近我們要的東西 好 亮度 這個明亮齁 自盡量不要去調 因為它會影響到整個文字的清晰的程度 所以我通常就不調這個明亮 我是只調飽和度而已 好 飽和度降低以後有沒有 明顯發現這邊 變得灰色 比較灰一點 好 開關 看一下就知道 原本是黃的 現在變灰的 好 那我現在 再用筆刷去把一些地方修一修出來 好 好 最後 最後 的時候我們再用原本的圖去做 把一些我們覺得漏掉的東西補回來 大概是這樣 好 那 呃 剛剛我選到這些範圍對不對 我在同樣的範圍齁 我在把它的文字 的部分 亮度再調高 就是 呃 白色再調高 對 這樣子 這樣看起來就會 好一點 好 那我 這邊 一樣不要那麼硬邊 把它 塗一下 好 好 這邊不要那麼的 好 飽和 弄 那個 不透明度弄少一點 稍微 畫一下 好 哪些地方要調亮 這邊就 再多畫一點 好 這樣子 我覺得差不多 可以 好 就是 這個 筆刷濃度的 不透明度的這個快捷鍵齁 就是 按熟悉一點就會覺得 用筆刷圖 會很方便 好 那我通常就是 手指頭 無名指跟 中指就放在數字鍵的1 跟2上面 好 那 隨時去移動 好 這樣子 我覺得 調的差不多 好 應該 很不錯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是把 有一些 我 之前弄到 這個 變得比較 損失掉的 一些畫面補回來 好 那我先用遮瑟片 然後把 塗黑 那 現在我先 把 這個 比較明顯有問題的地方 標註出來 就是用 塗的 方式 好 就是 比較明顯有問題的是 這個圖片 還有這個比較黑的文字 好 那這個圖片的話 我覺得是 暗的部分 比較有問題 另一個部分 倒是問題可能還好 好 我們可以等一下 開舊的圖 來比較一下 看一下 對 這邊其實沒有什麼 必要修 那是暗的地方 會需要修 那我們繼續把 這個 修回來 好 這樣子大致上 修的差不多 好 這邊 大致上這樣可以 好 看原本的文字 跟新的 其實 新的 沒有比較差 好 就比較 底色比較白一點 看的比較舒服一點 大致上這樣 好 那 接下來我把這個部分做 亮度對比 然後按著LT鍵 把它鎖到這個圖層 好 我用的是色階 好 然後換成亮度對比 那我選到它 然後直接 加亮度對比 它就不用再按一次這個 這個 我就留著備用 等一下需要的話再用 好 亮度對比 把它亮度調高 好 那除了調亮度 我們有一條對比 好 這樣看起來是還OK 其實已經很接近 沒有問題 這邊顏色差一點點 這個如果 會在意的話 那就再調一下 但是 應該是 這只是自己看的話 就沒有什麼差別 那我們可以 狂選這個區域 然後加一個 攝像飽和度 然後 ALT鍵 加上來 那我們去調整 飽和度 然後 明度 好 現在已經很接近的顏色 那大致上這樣已經夠了 好 做一下跟原本的圖的比較 好 這樣子應該是可以的 好 忘了按ALT鍵 好 這樣鎖到這個範圍 它發現不太可以 那就 亮度再調回來一點 明亮調回來一點 好 大致上這樣 那 也可以再增加 一個 色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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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好 現在是卡在這張圖的問題 好 那我們可以把這張圖的部分 選掉 好 用這個 好 那是選三個邊 然後最後按兩下 它就會自動接過來最後一邊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自己拉 Ctrl D就取消選舉 好 再拉一次 好 它要對得蠻準的 好 這樣子 它才會自動接起來 好 那這邊我們把它塗黑 好 Alt鍵 好 Alt鍵 然後加上 Bags Bags 就是塗黑 這樣子 好 Ctrl D回來 好 塗黑好了 那如果沒有要塗那麼黑 我們可以塗一半黑好了 好 這樣 好 這樣子也可以 好 這樣子 就維持一個效果 好 那跟周圍這邊的區別 可以 好 我們用筆刷來畫 好 這邊 用白色 先關掉這一層 20% 塗黑的好了 這是灰色 然後把它塗全黑 然後把它塗全黑 一百好了 好 那這一層的話 如果不想再塗一次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 選它來用 好 這樣 那這邊一點點顏色差異 就是 還是可以調 就是 只要有時間 就都可以調 好 這邊有點 亮過頭了 這裡沒有選到 可能剛才哪裡被清除掉 好 這樣 比較接近 好 剛才做過的濾鏡 如果再做一次 只要按Ctrl加上F 好 那這邊 這個地方 再把它修掉 好 20% 這樣 這樣子看起來好多了 比較一下 好 還可以 那 大概做到這樣 好 就是一樣好就是 直接 直接 Shift 選全部 Ctrl加上E 就全部 壓掉 然後直接存檔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字不夠清楚 一樣是可以用四海增值的方式 再把文字再弄清楚一點 好 大致上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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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